大家好,红掌是比较喜欢一个高温高湿的生长环境,那么在养护的过程中呢,就一定不能够缺水了,如果缺水的话,对它的生长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,但是在现在呢,已经进入一个初秋了,那么我们给红掌浇水的大家就要改变一下方式了,那么为什么要改变方式,应该怎么改变呢? 我们在夏季给红掌浇水的时候呢,因为夏季虽然温度非常高,但是呢,雨水相对是比较多的,红掌的话基本上一般都不会怎么缺水,所以我们浇水的话呢,就没有那么频繁,而且呢,这个时候呢,空气湿度又比较大,红掌呢,是不容易缺水的,但是呢,在进入初秋之后啊,这个时候温度呢,还是特别的高,是处于一个秋老虎的阶段,而且呢,天气又会相对比较干燥,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,就要改变浇水方式,就要适当的给你的红掌啊,多浇连水, 可以增加浇水的次数,还有浇水的量,浇水的时候啊,一定要保证盆土啊,处于一个湿润的状态,然后呢,我们还要经常给它在页面上啊,喷洒水物来增加空气湿度,这样才更适合红掌的生长,当然改变浇水方式之后呢,大家还要适当的给红掌补肥,因为现在正处于红掌的这个生长旺盛期,用肥的话,大家可以用上这种荷兰进口的树酵复合肥,这种肥的话呢,肥酵会相对快一点,比较适合在秋天的时候使用, 然后呢,给它在盆土里面呢,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,但是呢,要注意,不能够全部堆积在一起,要分散开来,堆积在一起的话,比较容易产生肥害,所以呢,在现在啊,入秋之后,也就是初秋这个阶段,大家就一定要, 适当的改变一下浇水方式,这样呢,红掌才能够顺利的生长和顺利的开花,好的,今天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